好回到蓝宣时间 在今天的话是中秋节的廉价的假期 今天想聊聊日本的故事 就是说现在到底日本的自民党的党魁选举状态如何 我们在战略大棋盘这个单元里面 跟东海大学的林永峰教授聊的有点仓促 觉得都没有聊完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来再进一步的聊 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日本的自民党的党魁选举投票 是在9月29号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而且最激烈的时刻 可能大家有一点点全盘了解之后 再来看这个政情 会更加理解他们在选什么 而且谁当选 对于可能的亲美亲中亲台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亲中当中的差别 好所以现场我们邀请到的 一样的是东海大学的日本区域研究中心的主任 陈永峰教授 哈喽 大家好 早 好 所以今天就来好好的完整的来聊一聊 那上次游听点光是我听我也被听得搞得七文八素 就是他们的派法啦 那派法实在是太乱了 我觉得我们先可能略下不表 但我们要知道一下 就到目前为止 这个自民党是日本的执政党 那自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其实就像是国民党 我们现在在讲国民党的党主席 9月20号要投票 那国民党党主席最近选的也是一样 看起来茶壶里的风暴越演越烈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选举制度 他们是党员投票 那党员的话呢 也不过才37万党员 113万 你说是日本自民党嘛 我在讲说是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里面37万党员呢 那因为黄复兴就占8万 所以为什么他们的整个的选举 突然间会觉得很 就是可能到最后 如果说整体投票率又低的话 假设五成六成的投票率 那代表的就是说呢 8万投票部队很坚强的 铁一般的部队呢 就会大概居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这样的影响力 国民党的投票只是看党员而已吗 对啊 所以我就说 其实每一个政党的选举的游戏规则 就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人可能诞生 或者说你去理解为什么这个选举过程 会是那样的选法嘛 所以同样的我们就要来请这个陈主任啦 这个来跟我们聊聊 所以自民党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他会 所以我们才会比较容易理解说 什么样的人可能脱颖而出嘛 他们不是党员投票耶 国民党好歹是党员投票 民进党也是党员投票啊 所以你必然说党员的党内部的生态会决定了他们是什么样的出来领导 那自民党自民党是国会议员投票 占一半 而且国会议员的数量为准 在另外一个相对一样的数量的党员票 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国会议员383席 另外的数票 事实上是385啦 但是参众两院的议长不投票 不参与政党的活动 所以你看加那加也不过才多少 才700多 383乘以2 766吧 766要决定一亿多人的日本的前途 而且我刚刚插嘴了一下 自民党的党员113万 日本的总人口一亿两千万左右 所以不到一趴 自民党的党员数不到日本人口的一趴 但是却决定了日本的首相 我们至少还有总统大选嘛 对嘛 军事立室 我们这还有一关对不对 那所以日本人从来没有去 检讨过他们的这个选举制度吗 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太太 那政党政策的代表就是这样 那政党政策的国家首相只是议员啊 是啊 议员是首相 不是首相只是议员 但是我看那像英国也是吗 英国也是有国会议员选出 对对对 像是某一个选区的议员而已啊 哦 所以他们要一样 他并没有全国区的 那种我们所认为的总统的大选嘛 对但他们也不会说像是假设 好歹是党员投票啊 那人数也多一点啊 也不是 但是你要不要交出政党是每个人的自由 而且要交党费的 不像说我们用中华民国的国籍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嘛 满了20岁现在就可以投票吧 假设没有其他的条件的话 所以democracy的实践 本身就有很多的限制 另外一个也透过这些限制 很多路径 至少有数百票嘛 但是党员的话未必能够代表 如果啦如果国民党想要当总统的话 国民党的党员未必跟全国直接投票的时候能够相同点 所以那个崔永峰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国会议员的名义代表性 当然 他是国会议员啊 他曾经经过一次两次以上的选举 而且当会国会议员 特别是派系的老大能够变成候选人 都当选了八九次 这一次的四个候选人全部当选了八次跟九次嘛 所以虽然看起来譬如383个人看起来人很少 但他背后都是 对对对几十万人嘛 OK理解理解 好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自民党是用这种方式来投 而且我们上次也讲到说第一轮是这样的 第二轮还不一样 第二轮更狠 第二轮我来说明一下 所以有候选人想要撑到第二轮 第二轮只剩下383票的议员票 再加上日本有47个自治体 所有的自治体就是台北市高雄市这一类的自治体 一个台北市一票高雄市一票 东京一票京都一票 不论人口了 是以县市为单位 但是那个县市怎么投出来 每个县市还是不一样 就有点像美国大选的选举人票 对不对 有点像这个概念 但是我要说的是 当然议员票在第二轮 就占了非常高的比例 因为所谓的非议员票只剩下47票 第一轮的时候非议员票仍然有383 但是到了第二轮非议员票只剩下47 所以到了第二轮的时候 就简直就是国会议员在选首相了 但是选出来那个人叫自民党的总裁 那这样子的意义在哪里呢 第二轮改这个样子 因为第二轮马上就投了 第一轮开完票 马上现场马上投第二轮 所以已经没有再让外部 所有的外部就是非议员的人来投票 所以所有的议员都在现场 而且第一轮投票是这样 地方票先开完了 非议员票先开完了 大家看到票数了 河野得到几票 岸田得到几票 高市早苗得到几票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野田圣子 这四个名字 各位稍微放在脑袋里面 已经看到他们的地方票 就是党员票开出来之后 议员才一个一个出来投票 所以是已经看到票数了 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议员要投给谁 算不准的 但是你刚刚讲说 那县市他们决定投给谁 这个县市的党员 先在县市自治体投过票 然后383张的相对的非议员票 怎么样去分配 因为有东京都人很多 充成的人很少 那是党员投票吗 对党员 他们也有党员投票 包括县市的内部的议员 各式各样的参与 然后参与政治活动 政党活动的人们 就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 然后每个县市的规则又不一样 我们的票要怎么产生 所以这一部分非常流动 非常的流动 但是最坚固的就是议员票 议员 而且议员也好影响嘛 坦白说 对明显 而且都公开 都公开 今天是录音的时候是9月17号 今天已经知道谁推荐 就是20个推荐人 4个候选人去报名的时候 公开的把自己的推荐人 必须列出来 所以这些人就铁票了 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了 不然就很奇怪了嘛 对对 是啊 了解 所以这是日本自民党 选党魁的规则 所以超级公开的 议员 谁投给谁 可不可以跑票 推荐人可不可以跑票 推荐人跑票 那如果比如说 野田圣子 投出来的时候不到20票 那就有点奇怪了 对啊 有没有过 这个没有认真的调查 不过如果发生这种事的时候 那那个人根本不能成为候选人 只是出来乱的而已 是啊 政治上很多次出来乱的 这是政治上的实节 但是各位 要想成日本的 所有的 自民党总裁的参选者 全部都是议员 不像台湾 比如说某个人 他这次来闹完 党主席的选举之后 他就消失了 我们说不定也拿他没办法 但是日本的选民 还是有办法去追踪 假设野田小姐 你这样出来乱的话 我们下次可不容易选给你了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也会追杀 这样子 所以有政治的施节性的问题 OK OK 好所以呢 这个陈永峰教授 讲到这个野田市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目前自民党里面 角逐党魁的 这个最新的 就是新四人帮 这四个比较确定的 这个岸田文雄 河野太郎 高市早苗 还有呢 野田圣子 OK好 那野田圣子是最后一个去登记的 他是什么样背景 他是 乱乱的 哈哈 没有开玩笑的 不能这样说 他已经好几次想要选 殖民党的党总裁 真的吗 我看他 我看他知道他是八连任 八连任的国会议员 他已经当选了八次 九次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他已经当选了九次 左右才有办法 所以日本完全是自身制 但是小议员们 当选一次到三次的人 很怕落选 已经当选八九次的人 不太容易落选 所以 为什么选总裁的时候 会变得这么激烈 因为选一个带领 我们大家选举的人 非常重要 因为马上就要改选 非得改选不可 这个新的自民党总裁 新的首相 做的第一件任务 就是解散国会 你说整个的国会议员的 改选就是了 两个选举整个连在一起的 状况底下 年轻的议员 我说年轻不一定是年纪的年轻 当选次数比较少的那些人 之前的议员的话 非常怕自己没办法连任 怕自己没办法连任 没连任就不是议员 不是议员 参加什么派都一样 所以非常重要的 在选一个 能够帮助自己当选的首相 选一个能够帮助自己 当选的党总裁 否则其他都是多奖的 我没办法继续当议员 我说的全部 全部什么都不是 所以对我们来说 可能关心说 这一些候选人 以及可能接下来 当选成为日本的首相的人 他们是亲美啦 亲中啦 亲台啦 但是对于这些 去选他们出来的 这些国会议员来说 他们最在乎的是 哪一个人可以帮助我 在明年的时候 不是明年 明年是今年啦 下个月啦 马上就可以 让我的议员的连任之路顺利 马上就要改选 非改选不可 所以我们的政治运作 是这样子的 随时可以选举的地方是这样 每天都在选举 哇塞 这次也是另外一个景况 OK好我们休息再回到现场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宣学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东海大学的 这个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 陈永峰教授 来谈谈目前的自民党的党魁选举 以及未来的整个的日本 他这个新的诞生的首相 他即将会是对于国际局势 来说我们最关心的东北亚的状况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了 不过呢 刚刚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 整个日本的政坛那些游戏规则 所以老师照你这样讲的话 就是说那些投票的人 来决定谁是党魁 那他们在意的是谁可以帮助他 那这个就又回到派法咯 但是这一次完全的拖了派法 就是派法的影响力变得不太大 因为最大的派法的西田派 第二大派法的麻生派 第三大派法的足下派 第四大派法的二阶派 全部宣布 大家照自己的意思投就好了 我们不支持特定的候选人 你现在是表面的公开的政治学 但是还有不公开的政治学 那公开的部分 他们比较在意什么 公开的部分当然是 讨论议题 比如说你是右派还是左派 你强调的是经济 你强调的是国家政治 跟美国之间的距离 对于修宪你支持不支持 那待会我们聊这个 那台面下的是什么 台面下当然是 刚刚讲的最重要的 议员不再当议员的话 就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日本有一个谚语啊 猴子从树上掉下来 仍然是猴子 议员从树上掉下来 那个掉下来就落选 议员从树上掉下来 连猴子都不是 这么惨 所以最重要的是当选 但是如果讲的这么 呃太过直接的话 又把所有当议员的人 当成白痴了 你们只是想当选而已 其他什么什么理念都没 当然又不是如此 所以他们派法 就是一个一个的政策的研究会 我们现在主张的是什么 比如说到底绿能 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要怎样 跟中国要不要来往 我们要不要帮忙台湾 台湾两个字要不要一直说出来 另外等等 经济政策上的话 我们要多帮忙企业减税 或者是国家力量更强一点 去帮助中下阶层的人 税金变多一点来处理 所以大政府小政府 你常常讨论啊 这个我们在台湾 反而比较少讨论 这一类当然都在讨论 那这个就是光明面的政治 用来骗选民投票的吧 但是议员已经很难骗了 因为自己是在骗人的人 所以议员要骗议员已经有点难了 所以有一件事情 我们支持的人能不能当首相 我们支持人当首相 我会分到政治职位 那就会西瓜派啊 对当然是如此 所以现在就在 现在所有的日本议员在找谁 找会当选的那个人 陈永峰到现在也是找不到啊 过半数人算不出来 大家都在算 所以这一 那这是很特殊的吗 以前都算得出来吗 去年的菅义伟 大概今天就已经决定当选 所有的派法 哎我们支持菅义伟 算出来了嘛 因为他有风向的问题 有实力的问题 所以二阶拜在去年 为什么会那么风光 分到很多阁源的位置 是他第一个出来说 我要支持菅义伟 谁他其他的就全部 我也支持菅义伟 所以压倒性的第一轮就过了 OK 但这一次是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因为没有真的真的强的人 岸田伦雄也不算强啊 跟你说菅义伟强吗 我看他上去是又这样子 但是因为没有替代物 安倍晋三突然辞职之后 你这样讲有道理 然后当时 石破帽这一次没出来 连二十个推荐人都拿不到 但是民间的支持度非常高 安倍晋三只怕 只怕石破帽大选 我就要请教这件事情 那既然石破帽看来 那么的实力坚强 然后呢民间的声望也这么高 那为什么他要放弃呢 二十个推荐人找不到 博会议员的二十个推荐人找不到 不可能 对啊 为什么他实力那么坚强 为什么他找不到二十个人 民间的支持度高 议员的支持度低啊 那河野都找得到 河野不是也是所谓的民间支持度高 议员支持度低吗 但是他相对上在年纪上年轻 而且他是麻生派的成员 好好去处理了麻生派的大佬 叫麻生太郎 所以麻生太郎也没有说 我们这个派整个都支持你哦 而是说既然要出来选 就要当选者回来哦 好好加油 而麻生派自己的派法会议里面 竟然也决议 大家可以要支持谁都可以自己投票 所以这次那么混乱哦 表面上是大家自己决定 但是水面下 包括推荐人的分配等等 有一定的方法 实破那么过来晚哦 在国会里面 国会议员啊 就是没有朋友啊 跟我同样 跟春秋风一样 就很姑娘就是了 但是对什么事情都有意见 对我看实破 你如果听他讲话的话 你会觉得日本应该有这样的首相 所以一般的民间的声望高 就我们说说改革派 改革的对象 改革的对象是自民党啊 自民党说的安倍晋升说的 一直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不行 一直说别人这样不行的人 就把那个民怨的 就是反对执政的现状的人 比如说疫苗打得不好啦 比如说感染增加 奥运到底该不该办 这些反社会 反执政的主张的 实力吸到这里来 他就是那样的人 但是议员票里面不到20个人 要帮他签名 签不到名 所以他转向 他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支持 他转向公开的说我不出来选 但是我要支持河野太郎 但是日本的媒体反而说 哎呦石破茂公开的支持河野太郎 对河野太郎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马胜太郎直接要面对河野太郎 直接跟他讲哦 政治的加法 有时候会变成减法哦 就是石破茂来支持你 公开说支持你 说不定会让很多人不敢投给你 就票房毒药的意思 也许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如果说石破茂是所谓的改革派的话 那他去支持河野太郎 所以河野太郎算是改革派吗 他现在就在做改革的工作嘛 行政改革大臣 好那所以事实上 如果我们从台面上 比较光明面的政见来看的话呢 这所谓的改革派跟现任的拥有优势的这个算是什么 既得利益派 也不是就是当权派 他们到底各自的主张跟路线是什么 我们休学呢再回来进一步去聊 了解一下呢 到底的自民党 他们呢会哪些事情左右了一个党魁的诞生 那这个诞生之后的日本可能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陈永峰教授 我来聊日本的政情啊 到底啊这个除了我们刚讲台面下的一些影响 那那台面上的话呢 这四位啊这个最主要的候选人各自的主张是什么 在比较大的路线上面来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路线之争啊 比如说我们在看今天不管是国民党的民进党的 其实有几个事情比较影响到他们内部的这个部分嘛 我们有什么深蓝浅蓝深绿浅绿 就是说可能统跟毒 然后呢 经济其实在台湾没比较没什么 那最近可能比如说环保议题啦 能源问题啦 可能会比较跳上台面 那日本呢 因为他们在讨论什么东西 岸田文雄最重视的是经济 所以他的主持人也叫池田勇人 曾经在1960年代提出了日本的 所得倍增计划 真的就倍增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人这么有钱 是就这样 当年 透过经济政策 然后政治外交在美国的保护底下 真的需要大赚钱 所以我们看到的日本是放弃了政治外交 然后努力的赚钱 努力的赚钱 这曾经完成过 曾经是日本第一 但是东西冷战结束之后 这个就破功了嘛 还有日本的社会的成熟化 现在经济生产率是零嘛 经济生产率是零的地方 是先进国家 所有看得到日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一个一个发生 少子化啦 不结婚啦 生不出来啦 然后老年化啦 隔代教养的问题啦 或者是等等 全部跟我们一样 环境保护的问题 通通通通通通都一样 而且比我们更早 对不对 比我们更早一点 所以它可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大概差个二十几年 我算过 差二十几年 现在日本的老年化的比例是二十八趴 我们现在是十五十六趴 而这个数字是日本的一九九七九八左右 所以用一九九七年算的话 二十四年前 就四分之一世纪之前 差不多是那种距离 不过我们会努力的追上去 对对对 他们怎么试图解决 对我们来说 就要在零成长的时代里面 让日本人的所得再倍增一次 他提出倍增计划 新倍增计划 那零加零的一倍还是零呢 厉害厉害 而且负利率了嘛 负利率就说 厉害太厉害 那个当然是空话 真的吗 是空话 银行的利率都已经是零以下 负利率的状况 就表示专业的投资家 去进行投资都赚不到钱 所以我们这种业余的 当然不可能赚到钱 赔钱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主持人超厉害的 马上算出来 虽然是一个假的东西 但是提了出来 所以表示他对于平衡 贫富的差距 或者是弱的那一边要拉上来 特别是最近的疫情 日本比我们严重太多了 怎么样把中小企业 甚至打工宅 整个生活的照顾 怎么样去平衡 所以他如果当选的话 日本股市会跌吧 因为国家必须用出更大的力量 发更多的钱 哦 虽然是比较倾向大政府的概念吗 对没有错 他们是一个超级厉害的政策集团 如果真的有政策 而且派法的凌居力高的 就是岸田派 这样子 四十几个议员全部都投给他 哦 OK 而且不会投给别人 所以这也是个非常强的 跟官僚系统之间 关系非常非常紧密的 如果真的啊 真的我们认为说 政策主张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话 投岸田文雄啊 他真的有一套啊 这个派有一套 要怎么样带领日本治理日本 往前走的方法 但是他要选手下 选了这么多次 但是没当算 因为总有别人 包括斯珀茂 安倍晋三等人 民间的支持度都比他高 议员的那个 可以掌控的力量也比他高啊 否则去年的才一年前而已 菅义伟的那一次 安倍晋三脑袋里面是 就是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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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他的这个整个政策的想法 这个这么的有在下功夫 然后有一整套完整的一个 等于叫治国方略好了 而且让他历练 安倍晋三的八年的 第二次的八年的任务 他当过那么多大臣 所有重要的位置 全部让他当过了 那是怎么样 他这个人也是这样 又是一个购狼丸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服人 说服自己的政策的力量 明显比别人不清楚 所以他在民间 不是没有支持度 但是总比第一名第二名的人 要差一点 他现在只有十几趴 但是别人有二十几趴三十几趴 所以应该是领导魅力就是了 是不是不够 领导魅力或是魄力 想当首相也准备 要当首相很久了 但是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次会不会又差那么一点点 我都是希望这一次 如果是岸田文雄的话 作为政治学者或日本研究者 要来说明日本政治会比较单纯一点 比较有个逻辑 是不是 抓得到 抓得到 不会像川普那样 怎么样抓都抓不到 OK好 如果是真的是他 如果说一照刚才这个教授说的 如果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稳固的 有逻辑可循的 那有一个治国方略的岸田文雄的话 他的对美对中对台的立场是什么 就会比较平衡 因为知道不可以完全靠美 跟我们一样 我们谁都知道不可以完全靠美国 但是那是一个选项 而且比如说 我们这种有总统选举的地方 会容易得到票 简单明白 然后他会 如果照我这样的说明的话 他事实上当然会调整 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他所得比较是均衡 然后另外 因为专注在经济政策上面 所以怎么样让日本人过好的日子 那这样就一定不能够忽略中国市场了 所以非得平衡不可 所以说安倍晋升时代 到菅义伟那种 没有主张的首相的时代 也许会稍微修正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虽然他跟明显的亲中的二街派 这个集团 关系不好 他一出来报名说 我要选党的总裁的时候 就马上说 像二街这种 当了五年的秘书长 干事长 一定要先换掉 也就是说 党的职位 一年一届 然后最多不能做三届 所以最多不能三年 但是已经有一个人 做了五年的干事长 非常明显的是在攻击二街派 所以那个到底是跟他是在攻击亲中 不亲中应该是另外一件事 而是希望有新鲜的力量 或者是要争取年轻的议员的票 不流动的话不行 所以如果 所以他的均衡 不是在情感上的亲中与否 而是在务实上面 理性的 非常务实的 听起来是这样 或我们说的自由派的 保守跟自由的话 自由的那一边 不过这样的听起来 理性的通常都不会当选 不会当选 没错 他会是这样想 所以再来当然就是和野太郎 现在最重要的 就诉求民众就媒体的表达 就是不够吸引人 就要四平八稳 这种东西 我觉得好惨 奇怪 现在全球的政治都这样 你要说谁 马英雄 不是 就相对来说均衡 一般来说应该是 智国最希望的三只脚 这个要踩得稳 但现在就 董事有个地方要比较突出 我觉得全球都这样子 和野太郎是现在最能够 我虽然他已经58岁了 否则是四个候选人 最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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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岁算年轻 政治的世界里面 他非常会用推特 有点川普系 就是啊好 那我们休学就要回来 因为我们刚刚聊过了这个岸田 大概有这个轮廓了 而且非常均衡的 在这个中美台之间 但是和野完全不一样的 一种形态的政治人物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这个日本专家陈永峰教授呢 来聊 有关于日本这次资民党的党魁选举 也就是未来的日本首相 会是谁属呢 好所以呢 我们今天讲的四个人当中 一定会有一个人啊 但目前看起来 似乎几率比较高的 就像刚刚老师讲 老师也不太猜 也很难猜 我也不知道该 但是我们知道和野太郎 至少是目前民间声望最高的 年纪最轻的 而且呢 比较举着改革的旗号的 OK好 那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主张的人 非常符合时代的 应该是时代性的政治宠儿吧 台湾偶尔也会出现 是啊 不一定要挂上民粹两个字 但是在民间 特别年轻人的知识度是高的 会喜欢 其实我们 网路声量很高 对像网路声量 我们每一代每一代 起码其实都市值 后来大家都是 我觉得就喜欢之后 又不喜欢 陈正平一开始 大家也很喜欢他 马英九一开始很喜欢他 大家也不喜欢他了 对不对 所以政治的那个 淘汰的数率很快 有办法 有办法调整自己的 就有办法跟着时代 没办法就会被淘汰 对 政治上不缺人的 每天都有新人 但至少他是 就是让年轻人 最会活用那个 我们现在的新媒体 各式各样 然后讲话又清楚 不一定有内容 讲话清楚 清楚 有表情 有表情 我看他是真的够活泼 他会边吃东西 边做直播 然后就跟年轻人在聊天 yes 然后跟外国的 跟中国外交部的 那个发言人 也可以自己合拍 自拍那样子 类似这一类的行动 会出现在这种 比较新型的政治人物身上 但是真的 真的当了首相 会怎样不知道 OK好 那他好歹有些主张 那我回到我们刚刚讲几个主张 譬如说 第一个他在经济上是怎么样 第二个他在做美台之间的 关系是怎么样 相对的保守的那一边 他是保守 对市场主义型的 他不是讲改革吗 所以改革就是让市场更市场 明白 民间可以做的事情 全部让民间去做就好了 国家少介入 小政府 所以相对于我们刚刚讲到的 大政府 还是小政府 如果用比较的话 那政府 小政府不是什么绝对的概念 比较的而已 比较而已 所以如果用大小来比较 岸田文雄是相对大的政府 所以他比较是市场派就是了 河野派是相对的小的政府 嗯 就比较市场派 比较自由 自由经济 让民间自由的可以 可以去做什么 所以他每天骂官僚的 而且被录了录影带公开啊 说你这样的人德 你这样的德性 你这样可以当首相吗 他在讲谁 当大小公开公开 就骂就开会 他建议委喔 呃不是不是 骂公务员 哦骂公务员 哦骂公务员 哦 尤其太党全部被公开 那个日本有很多周刊志 都都被笑报 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 民众一定会喜欢他 当然 我觉得民众 都会喜欢这种人 一般人我们会讨厌 高高在上的日本的公务员 尤其日本的政治 政治就这么的僵固 对不对 所以譬如说 日本不是很爱盖章 跟我们一样吗 盖章文化日本人 以为是日本文化 不我们也是盖章文化 我们不用再盖章了 全部电子化 不要再盖章 这个也在讲 真的吗 对 当然有人反对 有人支持 但是年轻 还没上班的人会支持啊 盖什么章 对啊 但是已经在公务员系统 或已经在企业里面 存活很久的人 不该这样行吗 不然谁要负责 对不对 他会类似这一种 你要说话中取宠也可以 但是确实是符合时代的脉动 知道20岁的人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 所以他希望打破官僚体系 然后让民间企业更活化 所以各位听众就可以想一下 老议员一定不喜欢他 已经当过大臣的人一定不喜欢他 甚至他的派伐的老大 马省太郎也未必喜欢他 但是年轻人会喜欢他 就党员票或民间的调查 他身份会很高 另外更重要的是 年轻议员啊 那有多少 年轻议员有多少 年轻议员 年轻议员30%左右 而且有一个联合会 福田康夫的儿子做主席代表 年轻议员明显的支持他 有他我们就会当选 所以有世代上的问题了 所以这次有点隐含 世代招替的味道 所以各位如果我稍微讲的难一点的话 派伐是垂直性的分裂 但是年纪的话 不管你是什么派伐 是比如说60岁以上的议员 跟3040岁的议员的分别 另外一个是老日本国民的 跟年轻日本国民的分别 那是水平式的分裂 台湾是哪一边我是不知道 但是日本的话这一次明显的 垂直的分裂会被打破 那陆浆浩天和野有机会 对哦 但是问题是做了之后怎样 那真的就不知道了 只是为了要换新鲜的空气的话 我投荷野太郎 如果需要换新鲜的空气 而且你看照你这样讲 这个他们的派伐这么多 你垂直的去拉 你还拉不了一刀切切一半 我知道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但是这个也是超级流动 所以水平分裂是非常流动的 年龄很难流动 没有错 但是年龄也未必一致 一样是50岁的人 也许利益不再一样 那当然 那因为它的垂直性 50岁的民进党 跟50岁的国民党不一样 所以垂直跟水平 事实上是一个立体的向线 对 必须那样分析才行 但是这次看到的明显 是垂直跟水平 产生了大的变化 OK 所以他可能会占到这个 平行的去切出世代感当中 他的一个优势在里面 而且年轻世代的最强的代表 就是小泉除一烈狼的儿子 小泉禁刺狼 公开 我要支持河野太郎 另外一个虽然已经老了 60几岁的石破帽 就是因为反对其他的人 所以我要支持他 因为他也号称改革派 所以这些孤鸟型的 或者是你很难分析 他是属于哪一边的 全部往河野那边挤 好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 河野的话 他在经济上面 比较走向的是一个 可能市场经济 比较自由 美国派 那他在这个整个 我们讲到的一个 比较是属于军事战略 印太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待中国大陆的话 他是属于哪一种 以美国为主 但是会跟中国协调 因为日本跟台湾一样 都是跟美国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的千丝万缕 对 那所以呢 河野来说 所以你刚刚讲 他就算会权衡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但是骨子里面是青梅 没有错 没有错 而且他知道美国一定会挺他 但如果这样的话 那其实你会说 中国大陆也不是笨蛋 他会知道哪些人是真的 利益取向的亲中 还是真正的 台湾日本一样啊 我们国内都有中国势力啊 当然当然 任何地方 这个稀松平常的 稀松平常 好回到 南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东海大学的陈永峰教授 来聊有关于日本这次自民党的选举 以及呢首相 可能会是谁属 那我们刚刚分析了两个 这个岸田文雄跟这个河野太郎 并不是说这两位女性真正人物不重要 她们的重要性可能是另外一种程度的发挥 这两位是台风眼 会影响结果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真的日本出现第一位女性首相 那就是高市早苗 OK好那她的几率有多高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可是她背后是安倍耶 所以啊 我们这一次就来试试看安倍晋三的力量 到底有多少 对不对 那我们先分析这个高市早苗好了 高市早苗非常早的 应该是第二个公开说要选总裁的人 而且马上安倍晋三就出来支持她 所以她轻松的没有人认为她拿不到20个推荐人 所以表示安倍晋三一直在后面帮她准备了20个推荐人 他是非常非常的国家主义派的 一定会去参拜禁国神社 对 这个听起来是很很很尖锐的 所以安倍晋三特别把它弄出来 如果说要反中或不清中的话 高市早苗反中 超级而且呢 对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讲到就所谓的修宪 就所谓的军国主义复辟这个概念 其实在她身上可能是最鲜明 他们倒不是叫做军国主义复辟 而是日本要重新强大一次 日本要重新美丽一次 但是那个美丽跟强大 军就非得厉害不可 跟现在中国有点像嘛 富国强兵 这是现代化的很重要的过程 富国强兵 职产兴业 这明治维新的口号 所以表示要再明治维新一次的意思 日本要再变强一次 但是变强周边的国家 你变强那我怎么办啊 你是不是又来了 因为过去的历史的经验 我们刚刚在变强 我们刚刚在讲到这个 什么安田文雄跟这个河野 还没有讲到地方 就是说 有关于台海危机 周边有势这个概念 其实不管是谁 我觉得日本近些年的 他也是很明显的 他们就是 就算没有说要那么强烈的 那种像安倍一样 那么的极右 但是他们对于 周边有势概念 扩张到台海啦 东海啦 然后呢 必要时必须要出兵啦 要跟美国进行更紧密的军事演习啦 好像已经是一个趋势了 因为日本人有特殊的危机感 为什么 会感觉到威胁 为什么 所以这个全部是中国 不是中国的责任 而是中国变大 中国变强 中国要出海 中国不出海 什么事都没有 当然不是在说 中国不用出海 或不需要出海 不是喔 而是中国要出海 日本会感觉到危险 因为那比较出一个现实 就是这个样子嘛 YES没有错 所以当然自动往美国那边偏 有一位上个礼拜 也还找了这个专家来聊到 说他出海 他不只出到第一岛链 他穿过了第一岛链 到了第二岛链 可是出来那件事情 是自由贸易 自由航行 你说的有贸易 但是也有军事的意图 但是中国是附着 在美国型的自由贸易底下 赚到钱变强的嘛 这件事情 大概中国中南海 也没有办法否认 但是因为透过美国的系统 然后变强了之后 你要出来 当然你会碰到美国嘛 对 美国不是在美国 美国是在中国旁边 哈哈 你这样讲 美国在东亚 东亚 东亚 事实上日本 而且其实一个是美国在东亚 一个是日本 本来是亚洲第一强权 对不对 那现在很明显的 但是日本是战败国 各位不要忘记 对对对 所以很明显 但是他心里头 可能还有一种感觉嘛 所以才要找回强大的日本 是不是 好吧 更令人起雞皮疙瘩 美麗的日本就是那个很强的日本 好吧 那如果是这个概念底下的 美麗的而强大的日本的话 假设是高市长苗成为首相 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当然跟美国更紧密的结合 然后又修改宪法 让自卫队变成正常的军队 让日本国变成正常的国 所以既要跟美国合作 又要变成独立自主的国 日本比台湾更不独立 台湾没有美军基地 是是是好那我要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底是战争的可能性更高 还是和平的可能性更高 但是美国都美国自己的主张吗 让自己变强自己变安全 这是每一个国的领导人 说法就是说为了要和平 但是不要去影响到别人就可以了 但是当每一个国家都越来越壮大 那在军事上面都越来越强 说我都是要和平 但是宋亲战关系就更可能发生战争 不是吗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如果硬要跟各位听众说明的话 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的话 全部掌握在中国那边 中国要让他好转就要好转 硬要说的话 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中国要让他好转就有办法好转 决定 他必须要退一步就是了 另外一件事 中国跟美国之间一样 中国要让他好转就有可能 怎么好转 放弃他强大吗 所以不能 就不可能了 强大必须平衡 又不是一定要强大 台湾就是小小的不用强 要有这种新的想法 新的想法 自己可以过得很好 那中国一定会强大 那你美国也可以不要强大 那当然可以啊 是不是 所以就协调 当然啊 当然你不要理我 我不要理这叫七地分离 这日本人的发明 七地分明 但是习近平 住的地方分开就好了 所以习近平曾经讲过说 太平洋之大 容得下 太平洋还是大习近平 太平洋很大 容得下中国跟美国 错 美国已经在太平洋 不止太平洋啊 所以你一出来就会碰到美国 太平洋很小 已经被占了 所以所以这个概念到底是 是美国 一个新霸权 一个旧霸权就是了啦 美国退回去美国啦 对站在中方的想 一定这样想啊 但是站在美国的想法 那你不要崛起啊 所以你现在 我们现在回到日本哦 我们现在也会是日本 美国退回去美国 日本怎么办 吓死了 台湾也吓死了 那当然 当然啊 所以不能让那些事情发生 你要努力啊 另外一个 就是自主嘛 美国会退出去 谁都知道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而已 美国会退出去 美国不会退出去啊 美国会退出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而已 所以日本现在就在准备 准备嘛 类似高市掌描 准备 如果美国退出去 我们怎么办 自己保护自己嘛 不然 那这个是要大准备的嘛 想法上而已 想法上是这样的 另外跟中国协调 就算你变大了 也不要 不要影响到我们 然后你跟美国之间 如果要打架的话 也不要影响到我们 这句话很重要 台湾人也是这样 想啊 你们要打 你们打 但是不要理我们 但是一定会碰到嘛 你这样讲 我们来不及讲一个 就是上最近不是美国 那个华盛顿邮报的 那个很知名的 资深的那个记者 写了那本新书吗 他就透露在去年十月 跟今年一月的时候 其实在美国的参谋 军事参谋会议的主席 曾经打过电话 给中国的上将 跟他说 哎川普我没有要打你们 没有要发动战争 要打我先告诉你们 我会先告诉你们 美中间之间 就我们一直在想 这个中国的 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军事上的侵略 跟中国的 有没有一些军事上的扩张 可能会是一个战争的来源 但事实上 曾经一度让他觉得紧张 事实上竟然是担心 美国的川普会打中国 最怕战争的是军人 最喜欢战争的也是军人 所以对日本来说 他要做好所有的准备 就不管是 为了什么原因是中方主动 还是美方主动 如果发生战争 所以这有一派 高市早苗这一派 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 为什么要支持高市苗 早苗是正 这是一个是理念上的 就公开的是这样 另外一个当然是 不希望河野太郎过半数 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时间了 野田圣子直接讲进去 也差不多是这件事 他以前一直收集不到20个人 当他的推荐人 这一次成功 所以当然有人在帮他 有人在帮他 让他可以变成候选人 一旦变成候选人 就会分散到一些票 不管是30票也是 他是要去分散谁的票 当然分散第一轮的 河野太郎啊 所以安倍晋三 脑袋里面是想要 让岸田文雄当首相的 但是高市早苗当然也可以 就算是野田圣子也可以 但是野田圣子 已经几乎不可能 所以第二轮投票 如果第二名是高市早苗 全部集中投给高市早苗 如果是岸田文雄 全部投给岸田文雄 就有可能可以一拼嘛 各位可以看以后的剧本 因为马上就有事实了 所以要看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谁 所以如果在我们刚刚讲到的 从世代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不管是民间还是年轻人 可能就会倾向于河野 但如果不是属于河野出来的话 另外那一派的话 目前看起来就是岸田跟高市 两个人在目前 安倍在底下操作 希望 如果安倍晋三有力量的话 OK 所以包括这个野田的出现 也是要想办法 拉低河野的票 让他进入到第二轮 现任的首相坚以为支持河野 因为他很讨厌 安倍晋三跟麻生太郎 硬把他拉下来 是这样子 OK 现任的首相支持河野 如果现任的首相有力量 还有力量的话 那安倍OK 目前正在试的超超重 安倍是公开的 表面支持高市早苗 暗地支持岸田伦雄 了解 OK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布局 看起来安倍越玩越开心 越 他以前本来一度就是还什么 身体不好 拉出了一半就落跑啊什么的 他现在越来越 专业的政治人物 一挽起政治 整个人都活起来了好不好 支持率下降就会肚子痛 OK好 所以现在的滑跳跳 所以整个的日本的这一次呢 自民党的选举 背后看起来呢 安倍的身影非常强大 那接下来怎么样就看看咯 今天分享下来陈永峰教授 让我们在现场来公开聊 谢谢大家都会打学陈永峰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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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